如果我希望不要直接在只能在这边的话 那我要怎么做 接下来特别注意 因为我会需要有个按钮叫启动表单 那我前面讲过如果说你要按个按钮 能够执行的话那一定要想到Sub OK所以如果是按钮的话你又要想到Sub 所以那个Sub的话要怎么做 记得一定是在模组里面 那这个模组里面的话你可以把它写在最下方都没关系 插入一个程序名称一定是Sub 名称的话叫启动表单OK 那我习惯用这个名称启动那个表单 那未来你可以换个名称启动表单 那启动表单之后的话Enter 记得用Sub确定 这边空太多了把它移上去 那姿态小一样工具选项撰写风格 把字稍微放大12号字吧 那启动表单里面的话要怎么样把它启动奖 其实也非常简单 工具选项 把它按确定一下 OK 启动表单里面的话特别需要你只要一行程式就可以了 这个名称 当然在讲义里面我是把它改名称叫Home 不过我觉得好像不改没关系 我们用预设的那你只要打什么User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打一个User UserForm1 后面记得点一下 点的话它如果说有这个清单出现的话 表示你这个名称是没有打错的 那特别注意这个名称的话 请你根据上面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是要一模一样的 大小写没有关系 你就打小写 OK 那这样的话点下去 它会如果有个清单 表示你那个表单是存在的 OK 然后点什么 点Show 你打一个Sh 这边就有个点Show出现了 这样子的话呢 离开这个首次就变大写 OK 好这样就写完了 启动表单一行而已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看 这边呢我刚刚有复制一个 所以按右键 有没有 把按钮复制之后的话指定聚集 那因为刚刚有一个Sub 叫启动表单在这里 我就把它选它 然后呢把这个启动表单复制一下 按个确定 把这个名称 改成叫启动表单 好 那里面呢 就是按下它 会去复叫那个Sub 那那个Sub 里面只有一行 就是那个表单点Show OK 把它按下去 就Show出来了 OK 那另外如果你要让它隐藏起来的话 就是 叫什么 就是UserFoneone.high 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 不过我是觉得因为这边有个XX 我觉得有时候就不用再多写 反正已经有了 你看 多写好像也没有比较好 反而更多余的 OK 所以我习惯的就把它XX掉就可以了 所以打开 然后就 启动了 OK 但是另外会有个问题 也是同学问到说 可是大部分 明明你这边有个按下它 它会跳出来 但是有些状况明明就是已经有 但是使用者找不到 所以最好的情况下是 最好是 哎 连按钮都不用 最好情况是什么 就是当那个 Excel打开的时候 然后 这个表单呢 自动就跳出来了 这样是最好 这样的话呢 使用者就不用按了 反正你一打开 就可以输入了 那你就不用再问说功能在哪里 反正你跳出来 如果你不小心关掉怎么办 没关系你就再把它关掉 重开它又跳出来了 这样子 使用者应该就不会一直在问了 因为他一定 可以做到那个效果出来 因为我发现现在写程式尽量就是你要考虑到 那个使用者没那么聪明 所以你功能不要给太多 最好那个功能 越 越不需要动脑筋去想那功能怎么用 那就是最好的设计了 这就是懒人式设计了 有没有 就像手机嘛 对不对 那苹果为什么能卖这么好 因为他的好就是 不会用 连小朋友你给他 他马上就会用 没办法你连交都没交他 他就会用了 那这种设计是最好的设计 现在叫UX User Experience 就是使用者的 那个所谓的使用经验 那这个使用经验的话 最好是完全不需要学习 他就会自动执行的话 那是最好的设计 OK 你千万不要高估每个使用者 应该不能说智商 不能高估他们的使用经验 OK 应该这样讲比较好 因为其实每个人都很忙 你会发现尤其是前端业务人员 每个都很忙 他根本也不想要管那么多 最好你尽量你不要给他太多的说明 使用说明都不用看 打开就可以用 所以如果刚刚这个功能 即便是按钮在这里 他也找不到 那怎么办 我们就把它改成 当我们这一个 什么呢 工作部 当我们这个工作部 被打开的时候 那我就同时执行这个表单的话 那请特别注意 那你应该把程式写在哪里 记得一 请你找到这个专案里面有一个叫 List workbook List就是指的是我们现在这一个 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叫什么 02逻辑函数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List workbook的话指的就是他了 那你把它点两下 他就会跳出上面有一班 一般的部分就是会问你说 你是哪一个物件 就是工作部 就是这个工作部里面的工作部 当它怎么样呢 后面就是当它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里面预设一堆的 所以在这里其实就VBA里面一个 设计的一个特色 就所谓的事件驱动 事件就是当发生什么状况 其中预设是open 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工作部被打开的时候 有没有 发生了一件事 那所以特别前面是主持 后面是发生什么事情 OK 那我们做什么 就是把它写在这边 叫做什么 user phone 所以你就刚刚一样 user phone1.show 所以你就再打一下 user user phone1.show OK 这样就OK了 好 那意思就是当它打开的时候 就把表单帮我show出来 OK 那我们试一下 其实程式不多 就不用按按钮了 我把它关掉 这是第二种启动方法 不过你记得要先把它储存 好 储存之后呢 我再把它打开 有没有 自动开起来的 如果他还问你说 关掉了怎么办 你刚才讲这边有按钮 如果他还找不到的话 你刚才讲说 那你把它关掉 重开一下 它又启动了 对这样子就好了 其他你就不用跟他 因为有时候反而你 写了再多使用说明 真的 user phone他就是不看 他就喜欢直接问你就好了 那你就不生其老 你就觉得说明明我已经写了这么清楚 而且我这么用心 而且我还写了这么多字上去 问题就是你写太多字了 你字不能写太多 现在人都懶得看字 最好是看影片 不过现在人可能 可能连影片都不想看 所以有时候你做很多事情 其实最好是你要考虑到 他根本连看都不想看 所以这样子打开就有了 这样我觉得彼此之间也不会很麻烦 如果现在是关 你就跟他讲说你再重开就有了 这样不就好了 什么事情都没有 你就照着我的规则 帮我填资料 填完之后 那待会我们需要填完资料 就帮我一个罗伯尔坑 填这个跑这边 这三个就跑这边 那后面呢 平均成绩我帮你算 合不合格这些我也帮你算 所以基本上后面这三个是我帮你算的 你不用动手 OK 如果填完之后呢 那我帮你填进去 我再帮你清空 并且游标放回到第一个上面这里 然后你就可以输入下一个 也就是如果你是现场要记录一些成绩的话 那你就直接打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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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OK了 其他事都不用管 这样对他来说也方便 你也方便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刚刚主要是两个部分 如何启动表单 第一个是一个按钮 所以要插入一个程序是SUB 一行程式 userform1.show 第二个是如果你要当这个表单启动 他跟着一个启动的话 记得是在那个专案上方 专案的第三个有个list workbook 里面记得点开之后 会有workbook跟open 那当workbook被open的时候 你就写一行 也是写一行 一样的 叫userform1.show 那并且呢 把e-sale关闭之后重开 那他就自动把表单又开起来了 大概是这样 以后的话表单这样用就ok了 那就完成了我们第二阶段 启动表单部分 那第三阶段就是我要填资料 填完资料之后 自动帮我把资料写到指定的位置上去的话 该怎么做